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每日福音 我是我为 今天是 十胎无缘罪圣母节 十二月八日 星期六 福音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二十六节 到了第六个月 天主派遣天使 加贝尔尔 往加里勒亚的纳扎勒城 探访一位统真女 他已许配给达卫家族 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 这位统真女的名字 叫玛丽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喜乐吧 满被恩宠的女子 上主与你同在 玛丽亚听了这话 十分不安 思索着问候 是什么意思 天使接着说 玛丽亚 不用害怕 你得到天主 特别的恩宠 你将怀孕生子 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将是伟大的 并称为 至高者之子 上主天主将把她祖先 达卫的王位赐给她 她将永远统治 雅各伯家族 她的国万事无疆 玛丽亚对天使说 我不认识男人 这 怎么可能呢 天使回答 圣神会降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 会避应你 所以 那诞生的圣者 要称为天主子 看 你的亲戚 以撒博尔 在老年 怀了男胎 现在已经是 第六个月了 尽管人们都说 她是不能生育的 但对天主来说 没有不可能的事 于是 玛丽亚说 看 我是上主的婢女 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天使便离开了她 今天我们庆祝 圣母死胎 无染原罪战利 这是教宗毕月九世 在公元1854年 宣布的信条 罪是缺乏嫉妒的恩宠 而玛丽亚 从未缺过这份恩宠 今天的福音 也为此特恩作证 玛丽亚充满圣宠 按天主的计划 无染原罪 已被孕育天主子 玛丽亚对天主的爱 毫不怀疑 她最真实的恩宠 是永远活在天主的爱内 甚至片刻不与她分离 她存留在天主的爱内 并在圣扇中坚韧 她被举升天 也是这一恩宠的高峰 就让我们一起学习 玛丽亚对于天主 那毫不怀疑的爱 并效法她 能够珍视天主的恩宠 今天的福音 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